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六年之前,爆发了震惊世人的荆轲刺秦事件。 燕国的太子丹想用刺杀秦王嬴政的方式来拯救燕国,可是荆轲刺秦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,燕国一年多就被秦国消灭。 那么荆轲刺秦事件是导致燕国灭亡的最终原因吗? 燕国灭亡的根源在哪里? 敬请关注王立军读史记秦始皇之秦灭燕国。 秦军攻下赵伯这个墙底之后,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之路可以说是势如破竹。 秦军很快北上逼近燕国,燕国的命运极其可危。 燕国的太子丹曾经作为人质待在秦国,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。 所以,无论是谷仇还是私恨,太子丹都想方设法要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。 最终燕国的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。 结果是荆轲这个壮士一去不复返,刺杀失败。 之后,秦王嬴政命大军进攻燕国,一年后燕国灭亡。 因此,唐宋八达家之一的苏群,在六国论里就认为,荆轲刺秦是祸事。 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。 然而王立群教授认为,秦王嬴政之所以能够消灭燕国,还另有深层原因。 那么,谁将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? 燕国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呢?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白家讲坛,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,秦灭燕国。 赵国灭亡以后,秦国的大军就摆在了燕国的边境之上。 这个时候,燕国的国军才感受到亡国的大难来到来。 这时候,燕国是个弱国。 燕国是没有办法像赵国一样,敢和秦军过招的国家。 那他怎么办呢? 怎么能够挽救自己国家被灭亡呢? 他是个弱国。 所以,这个时候,燕国他又不能坐以待毙。 所以,燕国就使了一招。 这一招就是荆轲施秦王。 就是刺杀秦王赢的。 但是刺杀的一个国军,又是秦国的一个国军,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 光准备工作,这就不是一年、两年能够完成的。 你得找刺客吧,上哪儿就找刺客? 你得做准备吧,你还得去领那个特别统训证吗? 你否则你怎么能够进入秦王赢政的宫厅呢? 实际上,这件事情,他的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。 而主持这件事的人,就是燕国的太子,太子丹。 这件事情的准备工作,实际上是太子丹在公元前232年,逃回燕国以后,就基本上开始了。 太子丹是燕王喜的儿子,太子,在秦国做人质。 他逃回来以后,不久,就是他在秦国的一个好朋友,放弃。 也因为兵败,畏罪,潜逃到燕国。 太子丹就接纳了范武七。 这件事情被太子丹的老师知道。 太子丹的老师就主张告诉这个太子丹,说范武七这个人你绝不能留。 因为他是秦王嬴政极其恼恨的一个叛将。 你要留了他,你会给燕国带来大难。 怎么办呢? 你把他送到匈奴。 送到匈奴既可以保住他的命,又不给秦国提供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。 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 然后太子丹说,我不能这样做。 朋友有难,我不能出手相援,我要落井下石,这是我做不出来的。 然后他的老师看到太子丹不接受自己的意见,就说这样吧。 他说我们燕国有一个人叫田光。 说这个人游泳,你可以找他商量一下怎么办。 然后他的老师又提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田光。 田光就去拜访太子丹。 太子丹见了田光以后,就向他问济。 而且明确告诉他,秦燕两国是势不两立的。 你给我出出办法怎么样来刺秦。 田光就向他推荐了一个人,这个人就是荆轲。 向他推荐了秦轲。 荆轲就是因为范武奇事件被田光推荐给太子丹的。 临走的时候,太子丹特意给田光交代了一句话。 他说今天咱们俩谈的事都是国家的最高级欲。 你千万不能说出去。 然后田光回来以后,一方面答应了太子丹,另一方面他去找了荆轲。 太子丹要找荆轲自己。 因为荆轲的具备两个条件。 一个是爱读书,第二个是喜欢极剑。 爱读书,他是个侍人,是个读书人。 喜欢极剑,他说明他是个剑客。 他是双重身子,是人兼剑客。 所以田光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荆轲。 然后让荆轲去找太子丹。 而且田光告诉他,说这件事情太子丹再三嘱托我。 但田光并不明明把事情说透,只说太子丹要找你,你主动去找太子。 他说这件事情的话事关重大,临走的时候,太子丹再三交代不可泄露。 他说为了让太子丹放心,然后田光把这事给荆轲说完以后就自杀了。 他说我自杀了就不留活口了,太子就肯定放心了。 但是田光之死应当说对荆轲刺激很大。 荆轲虽然这时候不知道太子丹找他是个什么使命,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是非常绝密的一件事情。 否则的话,田光不会以自杀而封口,一定是个很绝密的事情。 然后太子丹就洁见了荆轲,因为荆轲就找他了。 到那以后,那么太子丹首先对田光的遇难表示沉痛哀悼。 再然后对荆轲表现得非常前功,最后向荆轲交代了任务。 这个任务是什么呢? 两条。 第一条,劫持。 首先是劫持秦王嬴政,逼着他退出来侵略六国掠夺的土地。 这是第一条,如果说劫持不成,就十次把他杀死。 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这个荆轲。 荆轲听到以后,第一个反应是很长时间没有说话,他在思考。 思考完了以后,荆轲说了两点。 第一,我是个才能很低劣的人。 第二,我这一个才能完成这个任务。 说了两条。 太子丹听了荆轲的拒绝以后,是顿手顾气,就是一个劲的扣头。 而且是一再地要求荆轲承担这个使命。 这样荆轲就答应了,结束了这个使命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坎兰。 从荆轲身上,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中,世卫知己得此,那种狭义情操。 可是,荆轲承担起刺刑的任务,固然有着对太子兰之欲之恩的回报。 我们也不能否认,在新王有政统一六国,已经势不可挡的情况之下,荆轲承担起来,为解救燕国之困,更是为了解救六国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。 可是,当太子兰再一次敦促荆轻快行动的时候,荆轻却迟迟不肯上路。 那么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荆轻和太子兰在刺秦行动上,为什么会出现分歧呢? 等了赵国都城被灭了以后,被秦军攻下来以后,荆轲还不动身。 太子兰就急了,就问荆轲,催他,你为什么还不走? 荆轲说,你说我现在到哪儿去,秦王能接见我吗? 我要去见秦王,一定要有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。 什么东西能让秦王动心,让他见我,我才能有下手的机会。 如果他连见我都不见,我绝不可能完成任务。 那么,让我能够见到秦王的通信证是什么呢? 荆轲说,两样东西。 一个是放弃的人头,第二是都冈。 都冈是燕国最富恼的一个地区。 就是北京,河北这一带,非常富恼的一个地区。 把这个地图献给秦王。 因为这个地图可以满足秦王嬴政的贪欲。 而范武七又是秦王嬴最恨的一个叛将。 只有这两样东西可以让我完成任务。 太子兰一听就犹豫了。 地图好办呢,我可以给你。 但是范武七的人头,我怎么向范武七开口? 太子兰没说话。 当然太子兰这事是有难处的,我们可以理解。 那荆轲怎么办呢? 荆轲知道,范武七的人头和地图这是两张通行证。 这两张通行证缺一不可,缺了这一张门票,你就进不去。 怎么办? 太子兰又不愿意吐口,荆轲直接去见范武七。 见到范武七以后,他就跟范武七说。 他说,你的父母,你的宗族全被秦王杀了。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,嬴政对范武七实行的是三族罪,就是灭三族,都杀了。 而且现在是高价悬赏你的人头。 悬赏你的人头是金千金一万户。 谁要拿到你的人头,赏一千金,还封一万户。 在战国后期非常大的数字,用这么一个天文数字,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富来悬赏。 可见,秦王对范武七是恨透了。 他说,现在我有一句话,我可以说给你。 这一句话,可以报你之仇,也可以解燕国之难。 范武七这时候已经是泪如雨下了。 他说,我想报仇,但是我没有办法。 他说,现在有一个办法,就是你把你的人头交给我。 有了你的人头,秦王就可以接见我。 等他接见我的时候,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,右手拿着匕首,我就可以替将军报仇了。 也可以解燕国之难。 放弃听,听完以后,二话没说,立即稳静自杀。 这个第二章同行证,就放弃了人头,又到了荆轲的手里。 荆轲就做了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匣子,把这个人头放起来。 太子丹听说以后,跑过来,嚎啕大哭。 因为太子丹这时候现在是比较为难的。 他既想拿这个通行证,他又张不开口,而这个时候,荆轲替他把这个事情完成了。 那么太子丹下面要做的,就是两件事。 第一,行刺的工具,他替荆轲准备了。 这是一把著名的品牌匕首,叫徐夫人匕首。 而且这个匕首在打造的过程中间,反复地在那个毒药水里边淬祸。 所以这个匕首一旦划破人的皮肤,见血封喉。 这是工具。 第二,助手。 给他派了一个助手,叫秦吴。 秦吴阳这个人胆子很大,13岁就敢杀人。 所以太子丹这边派这个人去给荆轲做助手,他两个人二打一。 两个人,那你就刺杀一个人,成功的几率很高。 但是荆轲不走。 荆轲不走。 太子丹就怀疑荆轲反悔了。 所以太子丹就说了一句很刺激荆轲的话。 他说,要不我就先派请五阳先走一步,你晚一段再动身。 这句话把荆轲给寄入了。 荆轲说了一句话,不所以留者待五刻语句。 就是我所以停下来不走是等一个人,叫五刻。 这个五刻是谁? 五刻反正现在还有我的客人。 实际的刺客这段没有交代。 但是我们可以判断,这个五刻应当具备三个条件。 第一,他是荆轲最信任的人。 第二,他是个武功高强的人。 第三,他是个胆量过人的人。 荆轲在等他这个行刺的伙伴,战友。 但是这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得迟了。 太子丹急不可耐,催荆轲上路。 荆轲一怒之下,上路了。 所以荆轲走的时候,他的朋友和知道这些事情的人都到仪水边上为荆轲送别。 这个场面非常悲壮。 所有送行的人都是白衣白帽白鞋。 高健迪,他的好朋友姬朱。 荆轲唱了一首非常有名的仪水歌。 风潇潇西,仪水汗。 壮士一去喜,不夫还。 说完以后,荆轲就蹬车而去,再也没有回头。 到了秦廷以后的情况,我们已经在第一集讲过了,失败了。 失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,他那个驻守秦武阳在关键时刻下滩了,脸都变色了。 刺秦王那件事,一下子激怒了秦王嬴政。 然后秦王嬴政立即下令派大兵攻打燕国。 因为刺秦发生在公元前227年。 秦王嬴政派兵攻打燕国是公元前226年,第二年就派兵攻打。 到了公元前225年,把燕坤主力给击溃,燕王逃到辽东。 到公元前222年,秦王嬴政攻占了辽东,抓获了燕王席,就燕国最后的一个国军。 燕国就彻底变亡了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景韩兰。 燕国是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北方的一个出口国,战国七雄之一。 燕国的封地在今天北京及河北中北部地区,都城是寄的,位于现在北京房产区流离河北。 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,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,没有参与逐鹿中原争斗,对于别的国家也没有什么大的威胁。 因此有人认为,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,是荆轲刺秦这一事件惹怒了秦王嬴政,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。 那么,燕国的灭亡是这么简单的吗? 今天,王立徐教授将从燕国的历史入手,为您剖析,燕国灭亡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? 那么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? 我觉得概括起来讲,是三点。 第一,善让乱国。 第二,灭其自削。 第三,疲罩、自若。 这三条才是导致燕国灭亡的真正原因。 我们分别假意说明,先说善让乱国。 善让就是国君把位子,国君之位,传给一个不是自己王族同姓的人,这叫善让。 这件事发生在燕王快这个时期。 燕王快的正时期,他有一个相国,子侄这个丞相是很有野心的人。 他很想做国君。 他用了两手。 他第一手利用一个齐国的使者,刚好齐国使者来拜访,出使燕国。 他事先给齐国使者串通好。 然后齐国使者见了这个燕王快以后,两人就对话。 燕王快就问说,齐王怎么样啊? 这个齐使就说,他说这个齐王绝对不能称霸。 那燕王快就问他,为什么呢? 他说因为齐王不重视他的大臣。 这样以后,燕王听了这个话以后,就对自己的大臣就是丞相子侄更重视了。 然后,等齐国使者走的时候,这个子侄送给齐国使者一笔重金。 这是他用的第一手。 第二手,他找了一个亲信,找了自己燕国的一个亲信。 他奉命去给燕王快说话。 他说,我们都知道姚,姚顺宇的姚,到今天都传上了他的美名。 因为姚曾经想把他的国家传给须游,善让给须游。 须游没有要。 结果姚就得了一个善让的美名。 他说,你现在何不把自己的国家善让给子侄呢? 子侄一定不敢要。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美名了。 他这么一忽悠,两人这一忽悠,这燕王快竟然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。 他决定把自己的王位善让给自己的相国子侄。 就把权交出来了,把位子让了。 让了以后不久,这个子侄又派人去忽悠这个燕王快。 这会怎么说呢? 他说,现在子侄已经有了行使的权利了。 但是大臣们还都是太子的人。 实际上你这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? 大臣是太子的,名义上是相国子侄, 接受了你的善让。 这样的话,你还得不到一个好的名声。 你不如把这个大臣,这个大臣的任命权也交给子侄。 然后燕王快为了得到这个好的名声, 就把他兜里的那些小图章, 那一个一个都是三百十以上官吏的官印, 把那小图章装了一包, 都交给他那个子侄。 子侄治国三年天下大乱, 就燕国治理了一塌糊涂, 而这个中间最大的受害者, 太子。 太子本来是可以继位的, 现在一下子他爹传给一个相国他没有权利了, 太子就给将军联合起来想造反。 这个时候齐敏王一看就回来了。 齐敏王先派人给燕国太子说, 我支持你。 然后太子就带领军队去攻击那个子侄。 结果打了几个月, 燕国死了好几万人。 在燕国大乱之中, 齐国趁即出兵, 五巡而举焉。 五巡, 一巡十天, 五十天的时间把燕国全境给占领了, 因为燕国军队根本不抵抗, 欢迎齐军到来。 这一下子齐军来到以后, 把子侄害了, 这个害就剁成肉酱了, 把燕王快给杀了, 然后齐国就统治燕国了。 齐国统治燕国开始的时候, 燕国老百姓是支持的, 否则他就不抵抗了, 欢迎齐国军的到来。 但是齐军到那以后, 做的事情不好。 第一, 随意杀人。 第二, 毁坏宗庙, 把燕国的宗庙给毁了。 第三, 掠夺宝庙, 又杀人, 又毁宗庙, 又掠夺财物, 导致燕国的老百姓叛乱。 这么, 燕国的老百姓一叛乱, 齐国的军队在燕国待了两年, 最后不得不退出了。 不得不退出来。 齐国军队一退出来, 那么燕国老百姓就拥立了一个新的国军,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燕昭王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文。 表面上看, 秦王英政是因为金河次秦事件而消灭了燕国。 实际上, 历史上燕王快的善让乱国, 早为燕国种下了灭亡的种子。 燕王快由于倾信他人的工作, 谈徒障闲的虚名, 稀里糊涂, 就把军位善让给了项国子之, 把燕国搞得大乱。 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, 民心离散的形式之下登上军备的。 为了使燕国振兴, 燕昭王次处寻找治国的良才。 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招揽人才呢? 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政, 使得强大的齐国也沉溺于燕国的时候, 王立军先生却认为, 这是致使燕国灭亡的第二个原因。 那么,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等继位的燕昭王以后呢, 他就想报仇。 想报仇怎么办呢? 他就跟他大臣叫郭伟商议这件事。 郭伟说, 你要报仇, 必须要寻找到人才。 你要决心聚集人才, 你就能够报仇国, 亡国之仇。 燕昭王说, 我上哪儿去找人才来? 他说, 郭伟说, 我给你讲个故事。 古代有个国君非常想得到千里马, 到处找人去买千里马都买不到。 结果国君身边有一个捐人, 就是国君身边的一个清洁工, 他去替国君买千里马。 最后找到千里马去买的时候, 千里马死了, 买了一个千里马的死马的马头回来了。 这个国君很生气, 说我要的是活的, 你怎么我买这个死马头还花了五百斤? 这个清洁工给他讲了半道理。 这个时候只要一传出去, 千里马就来了。 你想想, 你买了一个死马的马头, 花了五百斤的重金。 那活马, 他能不来吗? 结果一年之间, 千里马来了好几匹。 讲了这个故事, 他说我告诉你, 他说你现在要招揽贤财, 就从我做起, 就从我国伟做起, 我是一个本事不大的人, 你从我做起, 你对我这样的人还高规格接待, 那下面有本事比我强的人就蜂拥而至。 阎王一听有道理, 然后赶快给郭伟搞了一个豪华住宅, 用最高的礼节招待郭伟, 这件事很快就传出去以后, 果然来了很多人, 这些人中间我们只讲一个, 这个人叫越义, 音乐的乐, 越义是个军事家, 很能打仗, 他来到燕昭国以后, 燕昭王任命他做亚青, 燕昭王就在找机会来打这个旗国, 这个机会等了很长时间, 等到了, 什么机会呢, 就是五国公秦,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287年, 五国公秦发生在秦始皇的曾祖, 秦昭昭王时期, 这一年距离秦始皇统一六国, 还有66年, 当时秦昭昭王自是实力强大, 而使用了帝号, 这激起了各国的部马, 于是, 赵、旗、燕、韩、魏, 五国合纵公秦, 最终迫使秦国废除帝号, 并割地与五国构合, 秦国遭受重大挫折, 五国公秦的时候, 秦国趁五国的注意力, 这五国都在公秦, 秦国在应战, 天下没有人注意, 趁这时候, 秦国把一个挨着秦国的一个小国, 叫宋国给灭了, 灭了宋以后, 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, 因为宋国被秦国一国独吞, 一国独吞以后, 引发了三进, 韩兆魏, 楚国秦国都不满意, 燕昭王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, 所以燕昭王频频派出使者, 五国之间也互相串通, 要联合起来攻齐, 而秦国的丞相, 秦昭王的丞相魏冉, 也想通过灭齐, 得到一个商业中心, 来作为自己的封印, 这样, 在公元前284年, 韩兆魏, 加上秦焉, 五国去攻打齐国, 齐国被打败了, 齐国被打败以后, 其他国家都是隔了齐国一块土地就退兵了, 只有燕国是穷追猛打, 死活不撤兵, 一直追到齐国的都城林兹, 最后把齐国都城林兹也给攻占了, 攻占了林兹以后, 这个岳翼把齐国的珍宝, 把齐国宗庙的祭器都运回到燕国去了, 燕昭王可高兴毁了, 封了这个岳翼, 叫昌国军, 而且让岳翼镇守齐国, 这个岳翼在齐国一待就待了五年, 这五年期间他改变国家的建制, 把齐国的这些地方都变成了燕国的郡县, 唯独两处没有攻下来, 一个是居, 就今天山东的居县, 一个是吉末, 就是今天山东的屏洞, 就这两个地方被攻下来, 其他全部攻下来, 这燕国灭齐, 灭了整整一年, 这个齐国被灭了以后, 谁是受益的国家呢, 第一个受益的燕国, 报仇了吗, 还有一个受益国, 秦国, 因为齐国是秦国一个强大的对手, 齐国从此以后, 五国攻齐以后, 这个齐国就一决不振了, 齐国的一决不振, 最大的受害者是三进, 韩赵卫三国是最大的受害者, 因为秦国攻打韩赵卫, 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, 就是齐国会支持, 齐国在这以后, 接受教训, 明哲保身, 不再管了, 那么秦国就会放手的去打韩赵卫, 最后秦国首先灭的也是韩赵卫, 韩赵卫被灭了, 那你燕国不也就完了吗, 所以燕王是非常没有战略眼光的一个国具, 所以这个燕昭王灭齐, 实际上等于是削弱了自己, 而燕国在这个问题中间, 当然我们也不能全怪燕昭王, 燕昭王这个分寸是很难拿捏的, 他很难把握, 如果打齐国打得不够, 齐国是个威胁, 打得过头了, 那么秦国成了威胁, 怎么打的是不多不少, 正好很难把握, 灭齐是双刃剑, 当齐国被削弱之日, 那么齐国也就快完了, 齐国完了, 燕国也保不住, 他看不到这一点, 这是燕国灭王的第二个原因, 第三个叫皮赵自作, 什么叫皮赵呢, 因为赵国受到秦国的攻击最保费, 赵国是战国后期, 山东六国中间, 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, 是由于赵国的苦战, 才有了燕国给齐国的和平, 赵国的军民用自己的宣学和生命, 保护了燕国和齐国, 换句话说, 秦国的远交进攻, 攻的就是赵, 赵国是以一国之力, 保护了整个山东六国, 但是燕国国军非常狐独, 在这个长平之战以后, 公元前251年, 燕国就偷袭赵国, 然后导致赵国在公元前250年, 公元前249年, 公元前248年, 连续三年攻打燕国, 燕照之间不断的打, 这让赵国在长平之战以后, 得不到一个修养生息的机会, 长平之战赵国损失了45万主力军, 长平之战以后, 赵国最重要的是第一, 修养生息, 第二, 广交朋友, 时刻准备着, 秦国再次进攻, 如果燕国的国军有战略眼光, 就绝不能在赵国最需要修养生息的时候, 还要骚扰赵国, 让赵国不能得到修养, 赵国不能得到消息, 赵国就会疲惫, 赵国疲惫以后, 赵国最终会垮掉的, 赵国垮掉以后, 秦国的大军不就陈列在燕国的边境之上了吗? 所以你看起来你是皮赵, 但实际上你是自弱, 你打赵国的同时, 实际上是把你的防护墙给打掉, 你打齐国的是把你另一道防护墙给打掉, 你燕国没有这两道防护墙, 你燕国能够存在下去吗? 燕国的灭亡不是荆轲刺擒, 是另有原因, 这三个原因我们都讲了, 所以燕国的国军胡入到什么时候? 他的独城鸡, 就今天北京的地方, 被秦军占领以后, 他逃到辽东, 逃到辽东以后, 燕国最后的一个王国之军叫燕王喜, 他还觉得这件事是太子丹引起来的, 太子丹是亲儿子, 他最后把太子丹给杀了, 把他儿子给杀了, 杀了以后了, 想用太子丹的头来缓解秦王嬴政的愤怒, 然后让燕国能够勾言残团, 你说这个做国君, 做父亲, 无论哪一个角色都不至于糊涂到这个程度, 他觉得秦国打他就是因为激怒了, 他不知道秦国灭他是既定方针, 秦统一天下是大势所取, 所以燕国的灭亡也是咎由自取, 嬴政在灭了燕国以后, 等于说他已经灭掉了三晋, 灭了燕国, 在六国中间只剩下了楚国给齐国, 那么他的死亡之间又会指向哪一个国家呢? 请大家继续关注秦灭六国之战, 谢谢大家。 秦王嬴政所要统一的楚国, 有着八百年的悠久历史, 在距离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年前, 楚国的将于北瀉黄河, 东到江浙, 西控巴蜀, 南至明月, 是战国气形中领土最大的国家, 军事力量也是称雄一世, 那么面对楚国这样一个历史强果, 秦王嬴政又是如何消灭他的难, 静静关注王立军独始记, 秦始王旨, 秦灭楚国。